今日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如火如荼开议中 而国会改革法案在一读二读会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民进党及立委一度企图占领主席台杯革议事 而占领失败后又改采取拖延战术等 不断以暴力、发动侧异、混淆视听等 无法无天的行径 及指导原则全力阻止阳光法案照进立法院 防止多年执政来的丑陋事实遭到揭发 而国民党绝对会坚持国会改革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国民党欢迎宪议会党团下午召开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在怕什么?其实会 先言吴东森、林平洋、林政府、张金富、邱光明、钟树珍、韩玲美、徐学宇、林玉芬、金淑敏、李正文、副国院 以及国民党欢迎宪议会党部主委如形容现场表示支持国会改革法案 国民党提国会调查权是避免弊端重生 我们未来面对高端的股价操作 疫苗采购、光电独立、采购进口弹等相关争议 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业小组的要求 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来进行停证 第二个,政府人员以立法院调阅文件、资料以及档案时拒绝 拖延或引力不提供者,经院会决议 要移送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纠举或弹劾 政府人员以外,以立法院调阅文件、资料以及档案时拒绝 拖延或引力不提供者经院会提议等处以滑缓 第四,民进党林佳龙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他就曾经提案赋予立法院能够确实的资讯调查权 如今民进党害怕面对过去的自己 请问民进党在怕什么 所有进夫二国的合法程序 过程通过三次的公厅会跟一次的专报 还有主打审查的时候 民进党提示十次,四十次上会不愿意讨论 民进党在怕什么,民进党在怕什么 是针对政府官员如果有说谎的争议 那真的可以来对他有做处分 那如果政府官员修为陈述 可以按照这个依法追处刑事责任 在先进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 金利勇表示国会罪 所以民进党怕什么 国费法案民进党在怕什么 国民党愿意表结 但民进党用暴力冲撞主席来 造成威胁事故的平反 所以采取举手的表结 那请民进党不要再持续 再造谣再用暴力 持续再阻碍我们的国会改革的步伐 民进党真正的困境 就是过去人民的一个承诺 民进党在怕什么 放心目前的定个能力一定还有 那所有的事情仍在协商中 所以民众来请放心 国民党欢迎县议会党团书记长卢东森表示 这是国会改革无法是指立法院 自权行司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 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无法的修法 欢迎县议会党团绝对会全力支持国会改革的方案 势必要让国会更民主 为台湾人守护自由的价值 记得继续欢迎收看